好的主播各位觀眾 在歷經十個小時的飛行之後 副總統賴清德已經在當地時間14號上午7點多 抵達我國的友方巴拉圭 那麼賴副總統伊薩基隨即也接受巴拉圭的軍禮歡迎 那麼現場我們看到還有很多的僑胞 來到現場要來歡迎賴清德 來看一下現場畫面 好可以看到現場的僑胞都是非常的興奮 一見到賴清德是高呼副總統好 他們也準備了紅布條來迎接 那麼其實在機場這邊 亞松生的市長還準備了勳章 要來振勳給賴清德 而歷經一個晚上的飛行 賴清德的精神看起來是還滿不錯的 那麼其實這一次他來到巴拉圭 其實有一個重要的任務 就是擔任總統蔡英文的特使 來出席巴拉圭新任總統 也就是在15號的就職典禮 以上現場的最新清新主播